王一博梁朝伟主演的电影《无名》到底是赚了还是赔了 7月20日大导演王家卫因为吃瓜登上了微博热搜 他转发了一条关于电影《无名》的微博 内容是一位电影博主内涵《无名》大赚1.2亿 博主称《营销号》称《无名》大赚了1.2亿 不过《无名》的出品方确称影片是亏损的 并晒出了7月19日出品方博纳影业回答投资者的截图 投资者表示《无名》盈利1.2亿 爆裂点亏损不到0.5亿总体应该是盈利的 怎么最后是亏损 博纳影也表示影片结算需要减去成本得出毛利 然后再用毛利减去销售费用才能算出影片的利润 经过计算无名和爆裂点的销售费用不足以覆盖毛利 导致影片亏损 也就是说营销号计算的只是无名的毛利 没有把无名的销售费用计算在内 此前王一博的粉丝一直在狂追无名大赚特赚 称王一博扛住了无名的票房 博主才发这条微博内涵王一博的粉丝 还在评论区称王一博的粉丝特别会骗自己 有意思的是王一博的部分粉丝 似乎没看懂袁博士在内涵 还发文晒之截图称王家卫是力挺无名盈利 截图中故意把博纳影也称无名亏损的回答截掉了 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